11号 会做饭吗 做家务什么的 会啊 在南京的话 如果一个南岸人不会做家务的话 给我感觉很少 真的 介绍一下 11号呢 38岁 她是一个未婚的女性 就她呀 她要找一个的话 一定要生孩子 这个能力你是具备的 虽然是有一个 但是她肯定想要一个 这个如果是看女方愿意 如果愿意的话 肯定是只要水到渠成 没有什么 那你身体健康吗 有没有三高啊 什么的之类的 我是练气功的 所以基本上这些问题 对于我来说没有 5号 你孩子多大了 我孩子今年10岁 10岁 就一个孩子 就一个孩子 1号 平时还有一些什么兴趣爱好 比如说打打小牌呀 玩一下呀 不打小牌 不打小牌 那你打大牌是吗 我呢 对打牌呢 各种牌呢 都懂一点 但是呢 我不感兴趣 不感兴趣 对的 不喜欢赌博 你要逼着别人赌博 1号我介绍一下 我记得有两段婚姻是吧 第一段婚姻是 是父母包办的 各个方面都不合是吧 对 第二段为啥又离了 第二段呢 他本来做一点生意嘛 但是生意 有生意的时间 他都不去做生意 他就去赌博打牌 难怪你问他赌博打牌的事 另外他打牌呢 专门和女的打 他不和男的打 就赢女的钱是吧 这之后嘛 他就和那女的 他们就 就 对 就古董克兰 被我捉到 被你捉到了 对 坐肩 12号 我的事业在武汉 如果就是说 你在南京 你的事业现在在南京 就是说 如果我们以后交往的话 就是说 你有多余的什么 就是平常有蛮多时间 过来看看我们 像那样的 实际上现在是 只要有手机的话 就能把业务做起来 而且呢 不管是在南京 还是在武汉 只要是有手机的话 什么事都好操作 陈先生 在那个短片里面 说了一句 你说你现在 什么事都好商量 是吧 对啊 我们经常理解 什么事都好商量的人 就比较没有底线呢 因为现在呢 我手上也有点钱 所以 钱是底气吧 钱是底气 对 有多少钱啊 底气足不足啊 还好吧 还好 这是一个秘密 不能说 刚才你说的 那个好商量 都是因为有钱 我这个不太同意 比如说你 你婚之前 就有很多先兆了 两地分居 年龄差距 公司倒闭 说到最后 还是一个情不够 不是钱不够 钱够了 你哪怕公司倒闭了 他可以陪你 再走上坡路 是不是 对 所以呢 一个人的底气 不能紧紧看钱 对 是不是 是的 转过来 这是陈文斌 来到了终极选择 考虑好 开始 中级选择过后 舞台上所有桃花灯 都已经熄灭了 七号为什么灭灯 一个大也是一方便 然后他的小孩那么小 他的小孩小啊 对啊 因为我就是一个人 把女儿带了十几年 觉得挺辛苦的 然后现在就是不想 找一个小孩这么小 哦 三号为什么要等啊 我就是远了 我就是因为我孩子的笑感嘛 我就是 最起码就也是要找一个 就是活为省以内的 因为经常有时间 可以看看孩子嘛 是吧 所以虽然孩子不在我身边 公布一下 陈文斌的桃花一种人 他就是 12号 公布一下12号 叶爱萍的基本资料 叶爱萍 38岁 他是快餐店的老板 年收入5万左右 有住房 离异 有一子一女 归对方 喜欢音乐和唱歌 12号灭灯了 按照我们舞台上的规则 你有一次向他表达 去争取的机会 是否愿意 好 可以 争取一下 来吧 三十秒钟时间 考虑好 准备 其实我可以到你所在的地 可以帮你 也不会让你一个人在孤单的奋断 希望你 等 起来我 五秒钟 五 四 三 二 一 没有成功 就是 太远了 就是很遗憾 就是 因为我两个孩子 就是说 我想离他们越近越好 不好意思 好 表白没有成功 那这样我们把机会交到现场的 13号女嘉宾团手上 六位 如果有谁愿意 跟陈文斌牵手 请举牌 回一看没有人回应 那这样一来 我们陈文斌先生 今天在我们桃花现场的 相亲之旅 到此告一段落